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5月12日 跟大家報道一宗新聞 關於Tesla電動汽車公司 昨天Tesla總裁Elon Musk 決定命令他在Fremont工廠 一萬個員工 正式回到工廠繼續開工 公然去抗命 違抗Alamida縣衛生公共指引 因為Alamida縣的家居抗疫 應該維持到5月底 而且汽車製造並不是屬於必需行業 所以Tesla總裁相當大膽 公然抗命 其實過去這個週末 他已經在社交媒體 猛烈批評 說Alamida縣衛生指引 太嚴重了 比聯邦政府和加州政府的指引更嚴重了 現在聯邦政府都容許很多大型車行開工 為什麼Alamida縣不讓這間公司開工 他就相當之猛烈 相當之猛烈 先說一下這個Fremont的車廠 在2010年 其實他之前 原本在80年代開始 是一間General Motor GM的工廠 在2010年Tesla正式買了這間公司 然後重新裝修在車廠 重新裝修完之後 第一架Model S 正式在2012年 在工廠生產出來 直到現在都一直在製造電動汽車 他是在Fremont最大的僱主 總共聘用一萬個員工 在Fremont 這樣 而且現在Tesla股票的走勢 相當之強勁 看看過去一年 上一年的Tesla股票 是200多元一股 到今天為止 Tesla股票要超過800元一股 所以可想而知 雖然有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但是對於Tesla股票來說 都沒有什麼大影響 都還是升得很強勁 OK Elon Musk 過去這個週末 就在考慮他的策略 第一個策略 就是去法庭那裏 去申請禁制令 那就要求法官 給他重新開啟這個工廠 但是在法庭來說 對於法官來說 通常禁制令 如果要禁制一件事 你就必須要證明 這個禁制令 是很緊急的 而且也要威脅到人身的安全 你才可以拿到法官的禁制令 但是當你要求法官 給你去做一些事 即是所謂的Affirmative 好像他現在想要求法官 給他開廠 通常這些法官 都是不會那麼容易批准制令 OK 那第二的策略 這個Elon Musk 想到的 就是他威脅 這個Alameda縣 就說 如果你不讓我 開回我的車廠 我就把我的生產 這個線 就搬去德州 又或者搬去 這個Nevada州 那裏 就不再留在加州了 這樣的意思 但是 雖然你是搬的 你都不是說 一朝一夕 可以馬上 整條線 所有工人都搬去另一個州的 是吧 那這樣東西 亦都行不通 那所以呢 他就唯有 採取最後一個 的策略 那就是 硬來 硬來 硬開 我不理你犯法 或者什麼 都好 那他都照樣 在昨天星期一 就命令他所有員工 繼續生產 那 雖然他就說 他就做足了安全措施 譬如他需要所有員工 就量體溫 才可以上班 那 而且又要戴口罩 那些保護裝備 那 但是 始終來講 都是違反了這個 Alameda縣的法律 的 OK 那所以到現在為止 星期二下午 看來 警察 都還沒有什麼行動 說去捉 這個Elon Musk 這樣 那 而且那些人問 周長扭心 他有什麼看法 那周長 就假裝裝懶 就說他不知道 有什麼事情 那說真的 周長又怎麼會不知道 有這麼大件事 在Fremont這裏 現在 這麼大間公司 去抗命 那所以 就造成一個很大的矛盾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其實潛著著兩個很重要的衝突 那第一個衝突呢 就是究竟啊 這些大型企業公司 可不可以將利潤 和生產的過程呢 就放在他們的員工的安全以上呢 是否說企業認為 他們的利潤 是比任何一切都更加重要呢 那當然啦 他們對這個股東是有責任的 股東要給八百多元 一股去買他們的股票 這麼貴 那當然是想他們生產多些車 而且做得快些 那但是同一時間呢 是不是說 因為這樣 他們就可以將一萬個員工的生命安全呢 就是 放在這個 這麼嚴峻的疫情期間呢 就去威脅到他們的安全呢 那而且第二個問題呢 就是啊 究竟啊 這個法治 我們的法律呢 是不是真的可以 人人平等呢 還是有一些人 或者有一些公司 是有特權呢 那我們可以看回Tesla 原來他每一季啊 都是接受很多的聯邦的寶助 所謂的subsidy 就好像去年的第三季度 那麼Tesla已經 接受了超過7億美元 的聯邦的寶助 那樣 所以看來呢 這間公司呢 就除了有錢以外呢 還有勢的 就是說聯邦政府都back up 它 那是不是因為啊 有一些公司啊 或者有一些大人物 他們是 有些支撐在後邊呢 就可以隨意這樣 罔顧當地的法律呢 是不是 那因為我們都知道啦 很多時候這些衛生法律啊 OK 又或者公共衛生 又或者 安全 人身安全啊 治安啊 這些的法律呢 都是屬於 縣政府的管轄 管轄的範圍裡邊來的 OK 那通常聯邦都不會 去介入這些 比較 You know 就是比較 當地一些 比較local一些 的法治 法治系統 那但是現在看來呢 就有一個很嚴重的衝突了 就是Elon Musk 就拿他的 聯邦的法例來講 這樣 這樣 公然挑戰 本地的法律 這樣 OK 那所以這一點呢 我們也都要 很認真地去注意了 那因為呢 是會威脅到我們 本身的 現在的法治精神 是不是說 每個人 如果想 去 挑戰這個 法治 那你自己可以 開店 是不是 如果你開餐館 是不是說 我不認同 Alameda的 維生之印 那我就可以 自行 開生意 如果每個人都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 哪會有法治呢 OK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Thank you very much 拜拜